特朗普以重振美国制造业为名 星期四宣布将从下个星期开始 对进口钢铁征收25%关税 进口铝也会被征收10%高额关税 不久前曾向美国寻求 对美的钢铝出口关税豁免的澳洲第一个站出来 对美国政府这项决策深感失望 担忧浙江流区全球贸易 引起中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的暴富 目前还不清楚 这波提高关税影响是否波及澳洲 美国长期盟友日本贸易部长士庚红城则重申 日本出口钢铝完全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安全威胁 政府接下来会继续监督关税措施 不同于日本抱持观望态度 加拿大贸易部长上帕涅强烈抨击和无法认同 强调这样的贸易限制只会伤害双边的制造商和工人 而为了保护加拿大钢铁行业工人 加拿大政府将展开反击 就连美国经济学家也对特朗普 特朗普政府不买账担心对铝和钢铁科重税将增加国内汽车制造商和供应商的成本 最终导致厂商减少聘请工人 进而形成更大的连锁效应 这无疑是伤敌一千自损一百 消息传出后亚洲股今天全线下挫 一片哀鸿遍野 富士龙综合指数避市时跌4.79点 报1856.07点 香港恒生指数创下三个星期来最大跌幅 狂泻460点 日经指数下挫542点 至于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则跌25.20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